strategy 首先我們從rotation的部分的話 之前我們講的都是平移的概念 它平移有什麼? 有displacement OK? OK 然后我们说有比较尔斯体 然后有加速度 Feruation OK 从这个 定义速度加速度 好 那你现在也看到一度空间这个就是X 这个是什么 比X 比B 这个呢 就是比V 比B 就是B 那如果你要写 就是X的二次回合 不是你已经学过的 平移啊 几度空间 一个particle 它的一个 这个motion的整个物理量的表示 那现在呢 你要Lotation Lotation呢 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有什么 有一个转轴 Lotation axis 然后你这个物体呢 这是你的转轴 然后呢 你这个物体呢 就沿着转轴 在转动 对不对 它的转动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一样的情况 好 那一样的情况呢 你现在要转动 然后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在转 对不对 那在转的情况之下 在转的情况之下 在转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说 平移 你现在在转 它转是什么转 转只有两种物理量 第一种就是 你转动了多少角度 第二个就是 你转动了多少幅度 对不对 那幅度跟角度 其实它是有相关的 所以理论上面的话 如果我们用这个 我们把S当成拇指朝上的话 那我们会希望 OK 拇指朝上的S 0点在这里的时候 从0点开始转过来 那在T时间 就是T等于0时间 那转动的这个弧度是S 那这个角度 就是C等 那半径如果是R 那换句话说 S 是不是就是等R神了 OK 但是 有一个物理量是 R越大的时候 我 S是跟着变的 但是 我的角度并没有变 我可以这样子再转 那同样是这个角度 但是 这个弧度就比它小很多了 对不对 所以在转动 然后我说我转一圈 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转了360度嘛 所以在转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对应这个X的物理量 我们希望 是一个不会随着你某个东西改变的 非常很 Well defined的定义 所以我们把它选 不是选这个 而是选的 换句话说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说 Sita 就是我们的Aquila The Displacement 是甲卫宜的意思 那 甲卫宜的意思的话 换句话说 那单位时间里面 你 单位时间里面 你转动了多少角度 就是备应速度啊 那对应的这个速度 那对应的这个速度 单位时间里面 转动了多少角度 要对应跟这边速度相关的物理量 对不对 它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角速度 那我们就是Omega 那Omega呢 就是我们的Aquila Aquila Velocity 好 那Aquila Velocity的变化 就会对应我们的什么 这边的加速度 对不对 那你同样的 单位时间 你的角速度的变化 那 就会对应 我们的Aquila Aquila Aquila 的话就是 Aquila 脚加速度 好 那现在你知道了 其实这个平衡仪里面的东西呢 在这个转动里面呢 有相对应的物理量出来的 好 那你现在又看到了说 我说 这个物体在这边转动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切线加速度的啊 那这个切线加速度 所对应的 我说这个切线加速度V V是什么 它V基本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V 我们如果给它一个向量 那就是我们的大小 然后呢 它是切线方向 我们说 我们是CTA的方向 因为我们的镜像速 那个极座标的话 这个就是CTA的方向 OK 所以你给V了 好 那V是等于多少呢 V其实 这个大小 就是CSTT啊 那S 你刚刚已经看到了 S就是RC CTA 所以 如果 R是等于CSTT的时候 那你的V啊 R可以提到 微分号外面啊 就是R的Om 所以 你现在看到了 其实 你的线速度 跟角速度之间 是有相关性的 有相关性的 那你的同学 就会问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看到的 你速度都是向量啊 那你现在的 定义的 这个 角速度 角加速度 有没有方向呢 我说 有 有方向 OK 那 是哪个方向呢 我们就看到了 你在转 右手 很多同学 因为右手在写 出来的都是讲反的 OK 右手 不是左手 右手 你在转 OK 这个转轴的方向 就是你的AEU VILOSITY的方向 换句话说 如果我 如果我 化成三度空间来讲的话 如果我 化成三度空间来讲的话 那他的 AEU VILOSITY 你的右手拿起来 大拇指的方向 就是OMEGA的方向 不是你的四肢手指头 是你的大拇指 OK 这就是你的OMEGA的方向 好 那现在 我们再来看 你知道这个是向量吗? 那 OMEGA是向量吗? R 跟V V跟OMEGA的方向显然是什么? 不一样 对不对 这是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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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向量不同 在乘上一个东西 如果这个是存量的话 这两个应该要方向相同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到 R应该也是一个向量来表示 而且 这两个向量作用完以后 要变成另外一个向量 OK 所以 所以 我们现在看到 V是一个向量 OMEGA是一个向量 然后 R 这个向量 R的向量是哪里呢? R的向量 基本上面 就是从转动轴 你的转动轴到你的particle 这就是R 所以现在你看到了 这三个 这三个 什么作用 才会是V啊? 嗯? 啊? 什么作用? 我的发力 我的发力 都在这边转 V是这个方向 是吗? 是吗? 我估计 R Cose OMEGA 就是等于V的 你的R Cose OMEGA 哎呦 OMEGA Cose R 所以要反 马上看到就反 OMEGA Cose R 所以看到的是OMEGA OMEGA是在上面啊 Cose R 是我们V的方向 那你已经知道 限速度跟角速度之间 它的关系了 可是第一个 你很清楚的 就呈现出来 好 这个呈现出来以后 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转动 不像说 定义 一样 那么单纯 所以我们常常会把什么 我们的OMEGA 你已经知道 它是一个 它是跟转动轴有关系的 那N呢 就是转动轴 所以你基本上 OMEGA 就等于N的方向 就是等于N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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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你这样子把向量的东西 直接拿掉 变成是存量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刚刚在提的东西 在这里的 因为你看到Dc 它DT是OMEGA 是存量的 所以 一旦它是存量的部分的话 Dc DT 是等于OMEGA 就是定义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Dc 它就等于OMEGA DT 那回到我们之前 在运动学里面 T时间的时候 是OMEGA 0 它的CETA0的位置 到某个Velocity 到CETA的时候 是Velocity Ageo velocity 是OMEGA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 我们说CETA-CETA0 就等于OMEGA DT OMEGA 0 OMEGA 如果说你是定速度 OMEGA是等于Constant 定的脚夹速度的时候 定速度的 定角速度 不是定脚夹 定角速度 Ageo velocity 是Constant的时候 那CETA0 就等OMEGA可以提到外面来的 OK OMEGA提到外面来 这其实是T等 T渐T0 因为OMEGA 你可以变化 是T的函数 那我们写T渐T0好了 那你现在把它 T0比T 就是OMEGA T渐T0 所以你看到这个 就是CETA等 CETA0 加上OMEGA T渐T1 这个关系 在我们评译里面 就是相当于是什么 X等于X0 X等于X0 加上VT-V0 当你的V是等于Constant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 比T比T是等于α 而D Omega 比T是等于α 那同样的 D Omega 就等于αT 所以 两边一起积分 当T等于0的时候 OMEGA等于0 到T的时候 它是等于OMEGA 所以 我们看到 这个 就变成是OMEGA9 OMEGA0 是等于D0到T的αDT 那如果α是等于Constant 那α是等于Constant 就是D的角加速度 OMEGA9 OMEGA0 α就可以提到积分号外面 然后 T0到T 的αDT 那这个也就等α T-T- OK 那句话说 这一个 这个是定 OMEGA是等于Constant 那α是等于Constant 也就变成是OMEGA0 OMEGA0 是等于A1 T-T 那 也 这个对应 平移的部分 就相当于是V-V0 是等于A T-T 那如果 那如果 α是Constant呢 我说α是Constant 那OMEGA已经 你已经知道这样子了 你把它带进去 你就会发现说 C-C-0 是等于 T 就是T0 OMEGA的位置 把它带进来 是OMEGA0 再加上αT-T0 就是DT 那T0到T 把它带来 就是OMEGA0是定值 所以OMEGA0 T-T0 再加上α是定值 提到外面来 然后T-T0 比T T-T0的 比T 从T-T 从T0到T OMEGA0 T-T0 再加上α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α-T-T0 D T-T0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OMEGA0 T-T0加 2分之1 α T-T0 的平方 T0到T 那我们就变成OMEGA0 T-T0 加上两倍的αT 带进来 就是αT-T0 那T0带进来 是等于0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C-T0 当α等于Constant 的时候 θ 就等于T0 加上OMEGA0 T-T0 加2分之1αT-T0 所以在平移里面 α等于0 对应的 就是我们的A等于Constant 就是A等于X等于X0 加上V0 T-T0 加上2分之1A T-T0 对应的东西 你基本上面 你基本上面 其实概念是一样 只是你现在转动 原来的X 你已经是变成角位移 B 那原来的V已经变角速度 原来的A已经变角加速度 那你了解吗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好 既然 你已经知道说 这个 C-T 等于C-T C-T C-T等于C-T0 加上OMEGA T-T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当OMEGA等于Constant的时候 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到 OMEGA是等于Constant的时候 θ是等于C-T0 加上OMEGA T-T0 那假设 T0是等于0 然后你转一圈 时间T是等于多少 你转一圈的时间叫什么 周期 对不对 转一圈是不是叫周期 OK 这就是你的周期 T等于C-T0的时候 那一圈的周期是怎样 那C-T等于C-T0 加上OMEGA 那一圈的周期是T 那一圈 原来T等于T0的时候 我假设它是C-T0 是等于0 从原点开始转 所以我们的C-T0 带进去就是OMEGA T 那你转一圈的C-T是等于多少 一圈 一圈 二π 所以这里 就叫二π 那OMEGA 实际上就是二π 除你 OK OK 我们说我们的假 Ageo Velocity跟周期之间 它其实有关系的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写二πF F就是我们的什么 Frequency F就是我们的frequency 就是频率 所以 你现在也看到OMEGA 我可以写成二π 除以T OMEGA我也可以写它写成二πF 这都是Ageo Velocity跟 我们平常用的一些物理量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哪一个地方 这边 这边 对不对 我这样写好 这样你们就不会 当T 0等于0的时候 C-T0等于0 T等于T的时候 C-T等于多少 2π OK 所以现在看到 2π 就等于0加上OMEGA T-0 所以 OMEGA 就等于2π T-T 所以 基本上面 你看起来在这里 你不会感觉转动 OK 跟这个平移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 第一个 你已经知道 B 是等于OMEGA 除以R 的 那 A 加速度 跟OMEGA 跟R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刚刚我们已经举了一个例子 是属于 等角加速度的问题 α是Constant的时候 那你的α 跟OMEGA 之间的关系 它的存量的部分 你就已经很清楚了 那 基本上面 我们从定义上面 我们知道 α 它是等于角速度 对时间的变化的部分 OK 那 OMEGA 呢 是 角位移 对时间的变化 所以 基本上面 我是可以把这个部分 写成 我的角位移的 二次为分的部分 那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一个部分 就是说 如果对严重运动而言 我说对一个严重运动而言 你现在也是这样子 在转 okay 那我有一個速度V 那我說 對這個延周運動 我們知道 對這個延周運動來講的話 他可能有什麼 兩個加速度 一個叫缺線加速度 一個叫法線加速度 那缺線加速度的部分 就是他速度對時間的變化 對不對 那法線加速度的部分呢 他是R分之V平方 OK 那你已經知道 V跟R Omega的關係了 所以你在法線加速度 OK 或者我把它直接把它卸成N 所以R就是鏡像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R 那我們把R V已經是R Omega 那你看到他就是R Omega 這個是你的法線加速度 所給的 那對切線加速度的部分呢 V你已經知道 它是什麼 它是R Omega 他會把它放進來 他在這裡 因為你是圓周運動 R 這邊R是Constant 所以我們V跟我們對時間沒有關係 那你就看到了 時間對角速度的關係就是R Alpha 所以現在你看到 所以現在你看到 其實你的加速度 你的加速度 你要有兩個 第一個切線加速度 切線加速度跟腳加速度之間就是R Alpha 但是法線加速度呢 跟Omega之間就是R Omega 所以加速度本身並不是單純的跟腳加速度有關係 而是要看你的加速度是什麼樣的性質的 這是非一個圓周運動而言 那R是定值啊 那R如果不是定值呢 就不一樣了 R不是定值這邊就不能什麼 這邊不能提出來了 對不對 他不能提出來的話 他就沒有那麼單純是反應R Alpha囉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要很小心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說如果 我們把這個更嚴謹一點 說是一個等速的延周運動 那等速延周運動你就會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你既然等速延周運動啊 什麼東西會等於R Alpha會等於多少? R Alpha要等於0,對不對? 因為你不會改變 R Alpha等於0,對不對? 然後你是R要等於定值嗎? OK? 然後呢,Omega呢,也要等於定值啊 所以換句話說 在等速延周運動裡面 你實際上是沒有切線加速度的 A T是等於A T是等於0的 那你只有法線加速度 你的法線加速度 A N的部分 A N你雖然是等於寫成R Omega平方 那實際上是什麼? 實際上我可以把它表示成 跟這個類似的關係 我說我的加速度 我把它兩邊取為分好了 這個等於0呢,A T等於0 然後A N呢? 我就直接把速度對這個為分 就是我的交測 這個啦 R分子B平方 那我說基本上我可以選 R Alpha OK 我把它這樣寫好了 我的V 比V 比T 我本來是V 比T 然後Omega closeR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情是 我Omega是Constant 所以Omega微分不會動到它 所以Omega closeBRDT 那BRDT是什麼? 這是我的V 所以我這邊會寫成Omega closeR 好,換句話說 左邊這個就是我的加速度 所以基本上面一個 本數的沿週運動 你可以把它寫成A 等於Omega closeR 就是等數的沿週運動裡面 你看到的一個結果 那這是我們都是常用的一個物理量 這個物理量對我們在轉動裡面會用到 轉動裡面還有一個東西是 我們接著要討論轉動力學裡面 我說在轉動力學跟平移力學裡面 我說在平移力學裡面 主導整個平移 最重要的就是牛頓第二運動地力 它是一個力 外力作用 引起這個物體產生速度的變化 那產生多少速度變化呢? 跟這個物體的本質有很大的關係 它的本質就是我們所謂的N 對不對? 它同樣的在轉動裡面 我們必須要去 對應的物理量 什麼東西引起它轉動? 必須引起物體的速度變化 你要讓物體轉動 你除了施力以外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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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 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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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說我要這個門轉動 我說我要這個門轉動 我除了推它施力以外 還有呢? 我施力的位置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 有沒有? 如果推在這裡 有沒有用? 有沒有用? 大家都知道沒用對不對? 我推了半天還是沒用對不對? 推在這裡沒有 推在這裡很有用 為什麼? 是什麼力士? 是什麼物理量? 力舉 對嘛 你以前學過了嘛 力舉嘛 對不對? 力舉 適當轉動裡面 就是跟平移以後 你說你平移是F嗎? 那力舉 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 Hawk Hawk 就是力舉 Hawk 那Hawk呢 基本上面 我說一個力舉的多管 剛剛我們講的半天 好啦 我就你們來做實驗 我說我這樣推有用嗎? 沒有 這樣說沒用 這樣也沒用對不對 他表示這兩件事情是什麼 力體都是什麼 零啊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物體 你現在受到的力 那你是針對這個物體怎麼來看待它 如果我現在要以這個為轉動軸 地軸為轉動軸 那跟它有關係 我說我希望我這個物體 能夠以力軸為轉動軸 那這個 從轉動軸到它的位置就是R 那我們怎麼定義它的talk是多少呢 我們定義它的talk就是R close F 那我們看到了R 還是右手 右手不能停 左手可以休息 右手絕對不要 R close F 所以我的talk是什麼 朝上 這個就是我的talk 那 我說我剛剛講說 我希望它沿著Z走轉對不對 你希望沿著它Z走轉 你一定要有Z走的talk 所以你現在talk是朝上的話 它是怎麼轉 可是你的大拇指是沿著你的talk的方向 那物體就是這樣子在轉的 OK 所以R close F 的talk 就是讓你的物體 沿著你的talk的 為轉軸的方向在轉動 所以你現在如果說 我希望我的轉軸是這個方向的話 X軸或Y軸這個物體 會不會沿著X軸或Y軸轉 不會 那talk它是一個向量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看到了 你要引起它轉動的是talk 那接著我們就要問一個 另外一個問題 A等於MA看起來好簡單 那talk A是什麼 A對應的是alpha對不對 那中間這個東西是什麼 跟質量會有相關的東西 那你會說 喔它可能是一個什麼 這叫做質量 質量就也是什麼 平移灌量嘛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所謂的轉動灌量 但是我要告訴你們這個關係是 並不是永遠正確的 它沒有像平移這麼簡單 OK 所以為什麼轉動會被轉到環環轉 就在這個地方 好 它不是永遠正確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它可能有一些是正確 它這個I到底是什麼 我們先必須要去定義它 那I 我們除了要把一個東西拿來轉以外的話 跟它的質量是有關係以外 那首先 你們每一位同學 每個同學都轉過鉛筆對不對 無聊的時候在那邊轉 從中間轉跟從旁邊轉 你已經知道它不一樣的轉動難易程度了對不對 你從中間轉跟你從旁邊轉 你已經知道它不一樣的轉動難易程度了對不對 好 好 那這個從中間轉它的轉動軸就是在這裡啊 從旁邊轉就是轉動軸在這裡啊 嗯 對 那到底哪裡不一樣 這兩個哪裡不一樣 質量已經都一樣啊 蛤 肘不一樣啊 肘不一樣 肘還是一樣啊 不能講肘不一樣 肘的位置不一樣 肘一樣 但是肘的位置不一樣 好 肘的位置不一樣造成什麼不同 什麼東西讓你轉動轉起來不同 這是肘啊 你注意去看 你把這個 這根尺 每一個小小的element 你都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指點對不對 指點要沿著這個要繞著這個軸旋轉 每一個指點到你的軸的位置這個R 它是不同的 最大它只到這裡 但是這個呢 已經眼比它大了 如果 我把這一段 就當成是這一段 就當成是這一段 這兩個應該是一樣的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一塊跟這一塊 轉動的難易程度 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但是 對這裡來講的話 每一個element 距離它 比較近 這裡 距離它 已經比較遠 所以你現在知道說 你在這裡面的轉動這個灌量 I的部分 其實是跟 每一個指點 距離轉動軸的位置 有關係了 所以我們把 I的定義 先定義出來 I是什麼 這小小的element 它的質量 我們用DM來表示 那我把DM 乘上它距離它的 半徑R 就是要讓DM來轉動的R平方 然後全部把它積分起來 就是我的R 所以你看到底下這個的DM 距離它已經R平方 比這邊的R平方大很多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底下 是比這個 轉動起來 I是大的 所以你需要更大的TALK 去轉動底下這個 是 以它的為 一端為轉動軸 對不對 那接著就是 我們要去看 每一個情況的轉動 觀量是多少 R平方的部分 我可以 輕易 去做實驗 然後每一個都去串你的轉動 OK 那我的TALK去串 阿法 那自然 讓人看到它算 跟R平方的不利關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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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